大家好 我是慧文 我有时候在想我们的人生实在是很有趣 只是年走过来很少有人真的可以一路平顺 我说的一路平顺不是指任何事情都称心如意 而是指人生没有什么起伏 虽然没有碰上过什么好事 但是也不会有什么坏事 如果我们能够把人生的际遇画成图 大概就是上上又下下 爬到一个巅峰之后就势必会开始走下坡 等到跌到了谷底又会慢慢地爬上来 我想大概很少人会一辈子都倒霉透顶 或者是说一辈子都幸运得不得了吧 这就跟人家所说的 大雨后总会看见彩虹又异曲同工之妙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碰上大雨天 尤其是夏天的午后雷阵雨都会非常地开心 一方面是可以偷偷地出去玩水 再来就是这场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很快 不出十分钟雨停了 天上就挂着好大的彩虹 看着这漂亮的彩虹就可以让我高兴上一整天 彩虹除了有漂亮之外 有时候也带着幸运的意味 另外彩虹也意味着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 得到的甜美果实 或者代表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世纪 台湾就有部非常有名的原住民电影 彩虹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就是带领他们重回祖先怀抱的桥梁 说了这么多相信你也一定知道 彩虹也是同志的代表 7月1978年的时候 也就是大概35年前 美国的旧金山就举办了这样一场的同志活动 彩虹旗最早就是这个时候被设计出来的 结果从那次的活动之后 世界各地的同志族群就仿效这样的做法 大部分的人能够轻易地背出彩虹的顺序 很简单就是红橙黄绿蓝电子 不过在同志的彩虹旗里面 把电色给抽掉了 只剩下其他的六种颜色 不过这些颜色各有各的意义 像黄色就是代表着希望的意思 鼓励同志们能够勇往之前 打造希望的种子 至于紫色就代表着艺术 也就是同志们期许自己可以活出自我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不是活在别人的想象里面 在台湾同志相关的活动也非常热络 大概在十年之前 也就是2003年 台湾办了第一场的同志游行 到现在已经走过了第十年 2012年举办第十届的时候 还推出了一个时光隧道 不是时间的时 是十年的时 主办单位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时光隧道 回顾过去十年跟同志有关系的历史事件 不过更重要的是 希望能够表达婚姻平权的诉求 他们认为结婚这件事情 不应该只用性别相不相同来决定 两个人的感情好不好才是重点 既然都讲到红了 那想要来问问大家 有没有看过颜色反过来的彩虹呢 意思就是 你看嘛 我们看到的彩虹呢 都是由上到下 由红到紫 不过呢 有一种特别的彩虹 颜色的排列呢 却是紫色到红色 我还记得啊 第一次看到这种神奇的彩虹 还觉得特别幸运呢 其实呢 这种颜色反过来的彩虹 叫做泥 就是霓虹灯的那个泥 如果你曾经看过 一定会发现它的颜色比较淡 其实啊 泥跟红的生成原因都是一样的 都是因为水滴的折射 只不过呢 光线进入水滴的位置不同 颜色就有不同的排列 你看在这边也很特别 把泥跟红放在一起 就完整地呈现出 我们看到的自然景观了 下次如果遇到彩虹的时候 不妨仔细地看一下它的周围 或许有机会可以看到红 还有泥一起出现在天空中哦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跟Gino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红在英文里面有哪些用法 千万别错过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